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大陸疫情快速蔓延 中共官方公佈的上海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超過2萬宗 專家說上海疫情仍然處於擴散期 上海封城已經一段時間 市民會為了日常生活物資 雙透腦筋 上網搶不到菜和物資 紛紛發帖求救 同時民眾痛批上海當局不作為 4月8日上海官方通報表示 4月7日當日 上海生增本土確診病例824宗 本土無症狀感染者2萬398宗 而自從3月1日以來 截至7月4日晚12時 上海市內計報告本土陽性感染者131524宗 其中無症狀感染者12萬7131宗 確診病例4393宗 所有感染者當中 年齡最小只有10天 最大的是98歲 由於中共慣隱瞞疫情真相 實際感染人數或會比官方公佈的數據更多 大陸8點見聞報導 大陸病毒學家常榮山表示 目前上海單日生增的病例數量 還遠遠未到達高位 疫情仍然處於擴散期 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金東眼分析認為 存在3種可能性 1是本身感染人群數量多 分佈在不同地區陸續被發現 2是大規模的核酸篩檢 和居民搶購物資時 造成的聚集性傳播 3是家居隔離時 一人傳染一家人 上海寶山區泰山村一位化名李小平的居民 在4月8日向本台記者表示 我們這個小區每天都有人確診 上海通報的數字每天都有這裡 我住的這棟樓裡有陽性患者 但是小區和這裡都不通報 居委會什麼都不說 就讓大家一起去檢測 那不是在這裡增加陽性病例嗎? 上海的很多小區 自從3月2日起開始封控 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個月 由於感染疫情人數持續攀升 有些居民被迫接受48小時加48小時 7日加7日 甚至14日之後 有14日的遙遙無期的隔離和封控 上海市民因此不斷在網絡抱怨 家裡斷糧沒有物資 有民眾就苦嘆 全個人都在看上海疫情數字的時候 上海人就在看家裡的雪櫃還剩下什麼 手機買送的APP還搶到什麼 4月7日 上海網民清靚發帖表示 上海重江區九亭六州香島小區 由3月18日開始小區封閉 4月1日起小區裡的超市也全部關門 一直到4月7日為止 所有居民只收到過一次物資發放 一條蘿蔔、兩條筍、一包蠟肉和一袋麵 沒有見過一塊菜葉 全小區3,700戶 萬多人目前食物告急 每天居民全部都下樓做核酸檢測 每天都有新增確診 居民想團購買送被阻止 所屬的亭南居委說 團購會攜帶病毒 但是又表示 居委會都拿不到保證供應物資 要居民自己解決 不僅是我們小區 整個重江九亭的物資供應都非常缺乏 有些只是發覺一次物資 而且少得可憐 有些甚至一次都沒有 譬如小區居民唱歌要物資 但是就被無人機警告的九亭家園小區 李小平指出 故村那邊很多居民都想造反 他們說居委會不作為 已經封控了這麼長時間 家裡的食物就快吃完 年紀大的人不會去搶 就要花高價去買 所以居民要反抗 很多小區都這樣 沒得吃的情況很誇張 我只是說我看到的事實 根本就搶不到食物 我每天上午教了三個鬧鐘搶食物 李小平很生氣地表示 如果政府做得好 會令老百姓這麼慌張 心裡這麼煩躁不安 甚至動動就發火 問題是現在連溫爆都沒有 都成問題 你保證我在派出所有飯吃 我寧願被你抓 越是在這種緊急的狀態下 越能夠看出政府醜態 上海封城遙遙無期 李小平心裡很慌張 我們家屋要供款 有些外地人在上海做生意 他們不僅有些租屋 有些賣屋供樓要還 壓力其實很大 這些都是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上海市重江區九亭鎮市民李健剛表示 現在每天都有新增病例 大家都留在家裡 很多人吃飯的問題 都極需要解決 沒飯吃就會很害怕 這是民生問題 吃飽問題不解決 很多人就會不聽話 李健剛說 我們被困在家裡 什麼都做不到 很心急 希望疫情早點過 可以正常地上班、生活 我家裡的條件還可以 但是也找不到很多天 那些條件不好的 要吃東西都很困難 必須要給外面和上面知道 特別需要傳媒幫助 非常感謝你們的及時報道 4月8日 網友奶茶是人類的好朋友指出 太令人唏噓了 上海疫情到現在快一個月 上海沒有一絲好轉跡象 反而越來越嚴重 4月7日晚上睡不著 在想 那真是21世紀的上海嗎 看不到病 搶不到食物 政府物資發放跟不上 要一萬個外送員 去確保幾千萬人口的外賣 合理嗎 在這樣的特大上海城市 竟然會擔心 有一天會餓死的可能性 買菜基本都要靠搶 民生怎麼保障 人民怎麼吃飯 現在我們這裡 已經全部被居委會接管 不讓自行團購 政府組織100元一份菜 質量很差 那就是上海的防疫 上海對待人民的態度嗎 一直說不封城 機場已經停了 那叫不封城嗎 上海封城之後 上海當地貨車司機 擔心被封在小區 不敢回家 最近浦東新區 靠近海區的高東鎮 至少有2,000部貨櫃車停在路邊 大多數司機已經滯留5天以上 大陸上官新聞報導 自從3月28日 浦東全區域封控以來 陸陸續續有貨車司機 由陽山港返回高東之後 沒有地方泊車 也沒有辦法回公司和各自的社區 唯有把車停在路邊 不過司機更擔心的是生計問題 司機黃師傅表示 2021年同期 在貨雲平台每天的單 有百多萬條 現在只有四十多萬條 這兩天停工 只是拿到很少的保障資金 接下來 家裡要供樓、供車、點供 也是個問題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自本台記者 古清儀、紅寧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